好的 歡迎再回到 法司御超出文帶來的 108許年度 UBA大專籃球聯賽公開及賽程 在我們週末五六日的轉播 到了週日的第三場轉播 國體大隊台灣藝術大學 這兩支球隊 在今年期都面臨了喚起 而且在第一階段的調整期 都還需要再加把勁 台藝大在前一期 道福等等在整個比賽的經驗上面 都是足夠的 是 我們還要在這樣比賽 擺出的先發陣容 國體依然由觀達友 加上昨天表現非常傑出的 陳俊男搭配後場的大佐 陳偉珍 豪俊跟藍少福 組成一個新的先發舞人 另外台藝大則是 依然由陳敏陽搭配了 大四次的江廣千 曹薰湘 跟蔡昌漢跟林俊豪的 進區少雙桃 陣容再來是 國體裡面比較穩定的 防守上有大佐 陳偉珍 後場觀達友 藍少福 擔任苦工的作用 沒錯 因為現在國體大 在雨賽的球隊當中 三分線命中的就一成八 二 所以這樣的一個外圍活臉 就是可以展現攻守上面的 喔 好球 Extra pass Extra assist 劍行科大 我們提到劍行科大 在這幾年 史伯恩正守禁區 以及來自於 男人家商 半場的呼應講話 團隊防守建立得很好 所以台大並沒有太多控擋 哇 這樣子 才剛講完這個輕鬆上來 在外圍的射手支援 還是要更多一些了 中距離的投射 好球 不論怎麼換 都很少出現mismatch 對 所以只要他們速度跟得上 像這樣 台藝大已經利用多次的 兩次的球招之後換手運球 直接遇到了劉陽軒的手中 這次的給球 在人縫當中硬是把球給 殺入心臟地帶的這個舉動出現 第一節 第一節 台藝大完全靠曹薰槍carry球隊 而且剛剛提到王毅凡 過去也是來自於能人家商 所以其實在能人出品的球員 在整個全場的觀念國體 就不那麼聰明 其實主持好球 趙薰倫槍 左手上來 在切入之後 發現沒有傳球的空間 剛才臨陣幾度 反而要坐上擺陣去 但 現在是朱俊賢準備要stand by 管打又需要這樣的一個外星的能力 對方要低於18是蠻難的 五頭一中你看 就高於18了 一來一回 有來有往 你進我也進 很少在兩邊底角出手 對 對方守三二區連防的話 一直想要在一傳或是兩傳 傷中 就做外線的出手 那就是重球 真的就是靠防守 先拚防守再說 當然防守就是基本盤 如果你沒有 哇 這就是速度上面的優勢了 曹薰槍的切入 重心壓得夠低 情況 因為他已經有機會了 包括快攻 所以這樣的上籃不進 就是你的手上勾不破 也就是我們判斷球員 兩隊單級得分 大概就只有十分出口 這球其實遇到管打又的手中 管打又靠中 身上又製造了一個 比較高難度的上籃 好漂亮的倒手 這一次的轉移就漂亮 明塞要奧塞印 從側邊發動到湖底 防守製造對方失誤 轉換快攻 你就可以攻擊了 莊家成在籃底的強攻 就要看一下哪一個現在可能是適合國體 而且最適合的對手 其實在國體的先發陣容上面 有沒有看到 膝蓋往前移動 但其實這個並不明顯 漂亮的PKR傳球 好球 好球 依照狀況去判斷 什麼時候該傳球的 而不是說我想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 在off balance之下 碰到對方之後的contact shot 曹君香 所以這第二輪搶分的功能 不需要存在 因為現在先發就需要得分了 所以直接管打又在低調的出手 曹君香在前面一把當先 而且第一個車頭 喔 酋君又轉 又是一次plus1 曹君香 show him 一直去壓迫球 那當然他就會被曹君香不斷的過人 但如果他高級雙手 重心放在 15球 20球這樣子 這次好球 擋拆 現在 陶俊的切入 在地板球分給了林鎮 對 故意不要讓林鎮來曝露 從第一線跟曹君香對位的選手 這三分外線 陶俊啊 像投籃跟選擇傳給藍少福 其實這個時候 有 進攻欲望的一個球員陶俊 應該選擇三分線的出手會比較 可以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剛剛的 整個擋拆防守 其實就可以解決 哇 一顆又一顆 這兩季三分解決 好球 林鎮豪 從牆邊突然衝到籃底下 但放了空槍 而且沒有什麼主客場的問題 因為基本上不管在什麼場地上 罰球的距離都是一樣 你可以觀察到國體的轉換快攻得分 多打掃得分 是很少的 所以這沒有辦法支撐他 看得出來 就是一個漂亮的內心提前戰術 好球 曹勳香其實越打到後面 哇 又是同樣的戰術 曹勳香現在體認到一件事情 對方知道一個競賽加法 對方最後的球進 是一個攻擊 曹勳香稍微短的一些 兩隊命中力都要三成左右 甚至更低 又是一個好球 林鎮豪跟曹勳香兩個人 現在手機的鎮豪連上了 對他們進入八強是非常重要 曹勳香繞過來他的反手勾射 曹勳香繞在第四節扮演了救世主 Everywhere 舞蹈蠻好的 哎呦 被頭髮快攻來了 林鎮豪多手 三抖 哇 林第一手韓傑玉手 成功之後自己反跑快攻扣籃 對台藝大來說 哇 消息了這個火焰的人 是誰呢 關打呦 哎呦 這次直接露出了空的 原來韓劍玉秀進了進去 怕曹勳香可能還會上場 看看選擇兩分還是三分啊 哎呦要選擇大膽投三分 啊 關打呦 Long in 3 哇 其實這個不合力的出手 而且並不是那麼 碰到球的這一刻開始 這個時間就會開始走了 聰明的打球 最後的比分 郭提達52比51 靠著關打又在最後獨秒階段 倒數八秒鐘的打扮三分 其實贏得有點運氣 因為就在12月30號 當時其實不是在福大體育館 但當時面對高師大的時候呢 陳玉瑞當時靠著打扮三分 還是在福大體育館